老奶奶们要买股票 因为不容易得到老年失智症 霸气郭董变身搞笑叫卖歌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们还有第二张网 叫健康互联网 你我在座 跟我的妈妈 我的这个家人 我的小孩 原来郭董想靠大数据 在一到两年打造健康互联网 甚至不惜出卖女儿妞妞来说服股民 大女儿妞妞九岁了 当初生出来的时候 每个人给她配一个护理长 打过什么预防针 得过什么感冒 今年八年了 所有的大数据 我已经建立了八年 五个子女分别吃了什么食物会过敏 什么药物才有效 量身打造的数据会说话 你如果长期积累是别人大数据 拿来做你参考 我觉得这个是有待商榷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 这个都不一样 抢进健康产业领域 郭董拉拢人心 当然也亲自上阵 各位没有感觉 我最近比较健康了吗 每天坚持走一万步 走楼爬楼梯 你看我们宏海公司 电梯都关掉了 全部员工都爬楼梯 整个家族都拿出来卖 甚至连郭妈妈也是代言人 半个股东会几乎成了郭董的医学教室 有大数据比较你跟同年龄的 比较你自己的每一年的这个 那因为等到你检查出来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救了 因为已经十年后了 叮咛股民顾身体 看来郭董拼健康事业 就希望不会再有任何家庭 因为病痛被拆散 东森财经新闻 刘志沈玉腾台北采访报导